有一种男人这辈子都不会幸福 就是那种在生活当中 总是跟自己的老婆争长论断 整天耍横的男人 这种男人不懂得什么谦让 连一句贴心的话都没有 最后磨灭掉自己老婆所有的温柔 也失去了自己的家庭 和自己老婆厉害 那不叫本事 你要明白 老婆是用来疼的 不是用来伤的 你伤他一次两次 甚至三次 他也不会离开你 如果你伤他N次 你以为他还会爱你吗 是离不开你吗 我告诉你 他的心早就对你绝望了 他离不开 是因为每天叫他妈的那个孩子 他知道孩子没有妈 会受苦会受欺负 你知道吗 所以你别总说 别人家的媳妇有多好多好 当你觉得外面的女人好的时候 你再想一想 你为自己的女人又做了什么 哪个女人愿意做女强人呢 别人家的再好 他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 他给你洗衣做饭了吗 还是给你生儿育女了 男人啊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你有关心过自己的老婆吗 爱给过吗 包容理解 呵护有过吗 最后告诉你一句话 女人让你伤透了心还不离开 是因为离不开自己身上掉下来的那块肉 你懂了吗 对不起